來吧 當年要不是妳媽媽 勾引我老公 我今天會守侯寡守十幾年 妳馬上給我滾後蒙回家 妳要再給他是不是 我不要走啊 我不會再回去那個家了啊 好啊...妳走啊 妳走啊 會賽啦 會賽啦 小心他有聲音 那我們走就來了 妳走啊 妳走啊 快來 妳走啊 妳走就好了啦 我不要回家 走啊 不要這樣子啊 我一直打開就對了 妳讓我們走不要這樣子啦 會贏耶 小芬 回來 放手喔 小芬 放手喔 妳不要把妳拚歪 小芬 不要這樣子 小芬 我不要用 等一下啦 放手 放手 我不要再回去 放手 妳讓我們走 不要回家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好 等一下 小芬都懷孕了 妳不要這樣拉來 不要這樣拉 好 我們回到現場好不好 最後妳不要這樣子來 小芬那個身體的狀況 妳不要這樣來 進場拜託 來 我們先回舞台了 不要這樣拉來 來 扶她一下 扶她一下 好 剛剛回來 我們讓小芬休息一下好不好 小芬先休息一下 培診端有什麼建議書呢 子榮 來 我們先給加成一個建議 就是 親情如果移越了倫理的界線 其實就是亂倫 那麼小芬沒有自己 沒有父母親 其實已經夠可憐了 妳還要欺負她 其實真的是連禽獸都不如 妳這樣子對得起小芬的父母親嗎 那麼愛情不是妳想要 就一定可以得到的 放手可以成就兩個新人的幸福 那麼我們要給仁傑的一些建議就是 喝酒開車真的是拿生命開玩笑 由這個故事更可以了解到 醉不上道 只要妳喝了酒就不要開車 仁傑呢一直說是意外 那麼因為意外造成了一個家庭的破碎 意外呢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妳有自主可以控制 才能夠把傷害降低到最低 那麼隱瞞真相只會蒙蔽愛情發展的陽光 坦白呢才是發展愛情的首要重點 否則真相揭露之後 只會讓妳的愛情更傷人喔 如果真的相愛 妳就要給她更多的愛來彌補 那麼給小芬的意見就是 小芬剛剛有講到 一直在強調的是說 難道不能夠忘記過去嗎 傷害已經造成努力讓自己幸福 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小芬呢用另類的方式 就是來告慰父母親的在天之靈喔 一定要努力讓自己活得更好 遭受到孤障的魔爪呢 心理上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 如果未來小芬跟人結在一起 你們兩個人一定要用更多的愛 更寬容的心來愛對方 這是我們評審團給他們 三個人的一切 是 說得非常的好喔 就是要付出更多的愛 才能化解一些悲痛跟苦痛喔 好 在這一段當中裡面 我不知道你們四位 來 對著我們陪審團 所謂的建議書裡面 好 聽到的一下又是如何了 最重要我們在最後這一段 真情告白當中裡面 我們讓幾位當事者來說說他們 內心深處的話 來 姑姑先請站在那邊一下 來 姑姑 好 這位姑丈其實他內心深處 有很多十幾年來的一個情感 他終於在我們的舞台上裡面抒發出來 也讓小芬可以知道一切 那我想小芬跟人結的部分裡面 應該是非常的清楚 那 我想應該是讓姑丈跟小芬 在這個之間當中裡面 這麼多年了 十幾年的一個情感上面裡面 有沒有什麼話要對著對方說有沒有 我們讓姑丈先說 來 陳先生 我有話要跟小芬說 小芬 從初你們老婆 不是因為我家家家 來嫁給你們老婆 今天才有那個人家的董事 今天 他當初如果嫁給我 他就不會像今天這麼大芬 你有想到嗎 像什麼樣子 肯定 有愛什麼樣子 對 你嫁給我好嗎 你不要嫁給我 你不要在那裡 有一個小芬走 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我愛你 我根本不愛你啊 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我很感謝你把我養那麼大 但是我有他的小孩了 我愛他 我要跟他走 你不可以拿著 你不可以嫁給他 重點是我不愛你啊 我真的不愛你啊 我根本就不愛你啊 今天你嫁給我 我保證你了解得很好命 來 妳老婆 我也知道我可以把你養 你不要給他 你不要給他 好 好 所以現在了解 也是愛你 來 小芬 已經有人節的小孩 你怎麼對你故障說 好 除了沒有一段情感以外 有沒有什麼養育之恩 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在幹什麼 你有沒有尊重我 幹什麼啦 你有沒有尊重我 我衝起來了 幹什麼 好 你要不要提小芬對你說什麼 要不要 要不要提 好 來 來 小芬 我很感謝你們 在我爸媽意外身亡之後 對我一直很好 把我當先生女兒這樣養大 但是今天你們的愛 我真的沒有辦法 現在這樣報答你 我以後可以賺很多錢 我可以加倍的還給你們 拜託你現在成全我們好嗎 我對你真的沒有那種愛情 我很感謝你們把我養那麼大 你今天讓我們走好嗎 我們會離開這個家 我們會很好 我們會過得很好 謝謝你們把我養那麼大 我以後會報答你們好嗎 不要這樣子逼我 所以希望姑姑跟姑丈能夠成全你們 對 祝福你們 我希望你們祝福我們 我已經有他的孩子了 我們會快樂的 小娃娃妳不可以去啦 幹什麼 不要這樣子 你叫他們走 要幹嘛 要幹嘛開始離婚啦 你什麼 誰要跟你離婚 走啦 小娃娃妳不可以去啦 小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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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可以去啦 我可以啦 好 小芬最後跟仁傑 最後還是選擇要在一起 甚至要結婚去 因為小芬有小孩了 好 看看我們最後 姑丈這種德性 真的是很糟糕 我看姑姑也是很怪異的一個人 好 子榮有沒有什麼話 對他們再補充一下有沒有 我覺得我很贊同小芬所說的喔 過去其實已經過去了 我們應該放眼未來 活在當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傷害已經造成了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把它補回來了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眼光往前看 讓我們的未來更美滿更好 才是最重要的 是 來 Yumi呢 小芬妳的選擇是對的 有時候不需要顧慮太多旁邊的聲音 因為畢竟是妳自己的人生 錯也要錯得毫無遺憾 好 來 翔翔哥哥 對於姑丈我的建議是 真的很令人生氣 但是仁傑跟小芬呢 我覺得你們的開始 雖然是個不好的起點 可是我希望仁傑妳是真心的 好好的對待小芬 好好的愛她 加油 好 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過去喔 過去已經成為這種 記憶的灰燼當中裡面 已經成為過去了 所以我希望重新把握住 當下這一刻很重要 希望小芬跟我們仁傑 能夠有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 謝謝你收看我們分手的一台 謝謝三位評審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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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